念佛一生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我问你们 为什么念佛一生就可以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告诉你们念的是心真心 是心里想念什么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新生儿兔奶哭闹肠道过敏 通过念经许愿放生快速康复 我今天分享发生在我家的灵验事情 我小孙女儿出生后一个半月左右 出现兔奶的情况 我们认为小孩子兔奶应该是正常的 可是孩子白天挺好的 一到晚上就哭闹 很难入睡 得让大人抱着睡 去医院检查说是肠道过敏 需要查过敏源 孩子这么小 我们不愿意让孩子做检查受罪 当时我就想到 用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 来帮助孩子恢复健康 我跪在佛堂里 许愿半年内放生一家二百条鱼 两周内念诵七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孩子健康成长 我一定现身说法 当我放生二百条鱼 烧送了三张经文组合小房子后 孩子明显好转 等七张送完后 孩子完全好了 现在非常健康 我们也没给他测过敏源 自己观察 查找出来 原来孩子对海鲜过敏 他妈妈注意了饮食 孩子就好了 不用再受检查的苦了 在此我真诚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通过许愿念经放生三大法宝 治好了孩子的病 我们的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我把真实的情况分享给大家 愿我们都能更加努力精进修行 更加坚信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 跟大家分享 学佛念经后 肝脏血管流 颈部淋巴结 奇迹般消失 这真是印证了师父开示的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你一定有收获 2014年的时候 我在当地医院 B超查出肝脏那里有血管流 然后到上级医院 核磁共振查出来 确实肝脏部位有血管流 医生让我平时吃清淡点 定期做好复查 那时心里还是有点怕怕的 直到2019年 我开始修心灵法门 那年复查出这个血管流还在 但从学佛念经起 我就想 我有菩萨保佑了 念经能把这个血管流念没的 心里不再怕了 我平时就许愿念经放生 但并没有针对这个血管流专门祈求 我把一切交给菩萨妈妈安排 经文组合小房子 随缘的一波一波念 每个月去放生两三次 有时候多去放几次 想去就去 随缘就刀下鱼 就这样 几年下来 医院复查也没去 直到前段时间 去医院做了一次全面检查 发现血管流已经消失了 太发喜了 真的好开心啊 菩萨妈妈太慈悲了 不知不觉 把我身上这个炸弹拆除了 真的太感恩了 心灵法门真实不虚 这次全面检查 还发现 几年前的颈部两个淋巴也没有了 这两个淋巴 我以前人累的时候 它会跳动的 里面像是有小灵性一样 学佛念经后 现在都不知不觉没了 真的太开心了 感恩菩萨妈妈慈悲安排 帮我消了业障 让我身体健康 学佛念经 是我这生最大的福报 师父说 至少三世有修 才能接触到清灵法门 希望还在观望的有缘人 早点拿起经书 学佛念经吧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 刚才出门回来的路上 一直在想 不修的人 逢三六九该怎么办 加上清明节 想得入神了 嘴里还在念大悲咒 砰的一声 我被快递车撞了 我的单车翻在路上 手震红了 有点痛 还好菩萨保佑人没事 也没摔倒 那人又回来 帮我扶起车道歉 我也向他道歉 是自己不小心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过了一个节 末法时期 天时实在太快了 时间一眨眼 又是快四月份了 没有菩萨保佑 都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 愿菩萨保佑 更多的有缘众生 早日学佛念经 脱离生死苦海 感恩分享 这位统修分享道 人生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我们要珍惜佛缘 珍惜自己的慧命 2022年逢369 三月份的时候 先是突发盲肠炎 接着又是皮肤病 让我感触很深 人真的很可怜 告诫自己 要努力学佛念经 再苦再累 也要坚持 在盲肠炎期间 不愿动手术的情况下 每天早晚去医院挂水消炎 并且坚持念经 上班也没落下一天 大概挂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水后 基本好转 后期注意一下饮食 直到现在 也没有再复发过 接着脖子到胸部 以及手臂这边 发现了皮肤病 一片都是红的 大小不一的疙瘩 我坚信 通过念经 许愿放生 忏悔 学习百化佛法 五大法宝 一切都会好的 事实也证明 真的好了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 要露脖子的时候 情况好转 感谢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 赐予我一个庄严相 当时发芒肴炎 在医院做了CT 找到了病因 同时还检查出肝脏有囊肿 心脏有肌液 一边肾脏不充盈等问题 我相信这是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提醒 于是我就开始注意这些方面的问题 并对症吃一些药进行调理 只要我们相信 并且脚踏实地 坚持努力去践行 一切都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甚至在未成熟前就枯萎 共勉之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佛陀当年住在植树给孤独园的时候 一位年轻人愁容满面 见到佛祖泪流连连 他说 佛祖我父亲生病过世 我父亲是一个很好的人 佛陀他为何活得不长久啊 佛陀说 你听我讲过 生老病死 人生无常的道理吗 人来到这个世界 岁数那是有限的呀 青年人说 我不觉得我父亲老啊 佛陀解释生命的长短说 人的生命不是论岁数而定 而是他在人间的缘分有多长 他的生命就有多长啊 年轻人又说 年轻人又说 我父亲舍此身后 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啊 请佛陀加持能让他住在天堂 佛陀觉得烦恼 佛陀占满了这个年轻人的心 他说 难得你孝顺 我答应为你父亲加持 佛陀找来了两个湖 一个灌满了油 一个灌满了石头 来到河边 佛陀说 石头好比业障 油好比善业 我现在将两个湖 都放在了河里 装满石头的湖 沉下去了 装满油的湖 它飘起来了 佛陀说 我们用心祈祷吧 让油往下沉 让装满石头的湖 往上飘 年轻人 知道无论什么样祈求 石头一定是往下 湖一定是飘在上面的 所以当生命终了 善业一定往上升 恶业一定往下沉 这就是事实 不是靠谁加持 就可以得到好的境界 这就如同石头 五把靠着祈祷 浮出水面一样 所以人在往生之后 完全取决于自己生前的 所作所为 我们要有正确的心态 在世间起心动念 言行举止 都要弃恶从善 懂因果 不要因为一些人间的欲望 而在人间种下不良的恶因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比如 今天造了念 念礼佛大忏悔文 用真心来忏悔 就可以消除 如果你杀死了一个小动物 只要用心念往生咒 送给它 超度它 就可以灭你的罪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ahlen 遠足